和你们走一趟 你想得美 我们认识你谁是谁啊 银子还给你们 还以为你们是真心诚意来感谢我们的 没想到你们的阴招在后面呢 是不是想把我妹妹框出去 再打击报复她 告诉你 有我在你休想拐走我妹妹 冰天天淑娥 这姐姐咋关键时刻脑子就秀斗啊 就不能忍一下 看看事情的发展吗 那白花花的银子说不要就不要了 哎 头疼呀 姑娘 你少安无造 事情没有你想得那么复杂 我家老爷是诚心诚意邀请你妹妹去做客 没有加害她的意思啊 这位姑娘 你的意思呢 你家老爷邀请我具体是啥事 你明说吧 别拐弯磨脚藏着掖着的 完全没有必要 自从把老爷子接回去 一整夜都没消停咯 我们苦苦相绝 可是人谁说都听不进去 就是哭喊着要找你 我家老爷也是被折腾的一夜没有合眼 实在是没有办法了 这不宜大嫂就来请你来了 你要是不去 我们就没脸回去向老爷交差了 谁叫自己摊上了呢 相识就是缘分 那就好事做到底 就去看看这个老人家吧 丁田田乘坐林家的马车 不一会儿就到林府 姑娘 林府到了 请下车 老爷 老太爷的救命恩人到了 林老爷仔细端向着丁田田 只见她面若银盘 目若秋水 虽说穿的是粗布棉衣 但举止咸雅 眼睛里透着精明和敏锐 一眼就可以看出 她是一个非常精明的丫头 难怪一个姑娘家 赶从德州运草药过来 将来必成大器 此女不可小觑 再仔细端向 心里不由吃了一惊 确实有几分相信 难怪老爷子会把她当任成孙女 郭谢姑娘昨日出手搭救家父 今日特为你摆下酒席作为答谢 林老爷客气 就了林老太爷乃是举手之劳 不足挂齿 请问您老太爷现在怎么样 老爷子昨夜折腾一宿 水米未尽 现在刚刚睡下 就有老姑娘在这小邪一下 瞧我这记性 忘记向姑娘自我介绍了 比人姓名名义 敢问姑娘尊姓大名 我姓丁名叫田田 田田 好名字 真是自如其人啊 姑娘乃家父的救命恩人 要不是姑娘心地善良 搭救我父亲于危难 老夫就要失去至亲之人了 我这就命人摆上酒席 答谢姑娘的救命之恩 林老爷不必了 既然老太爷睡着了 那我就回客栈了 我姐姐还在客栈等我回去呢 姑娘你别急呀 姑娘你不知道 这老爷子这回是闹得累了 等醒了看不见你 又该折腾了 你看看我家老爷 眼睛都熬得通红 是啊 丁姑娘 这老爷子饭不吃 要不喝 见人就骂 跟前有啥摔傻 要是长时间下去 估计用不了两天 我怕她的身体万一 看到主仆二人哭丧着脸 丁田田也不好再拒绝 可这老爷子要是睡上一天 自己可在这等不起 还是先把这事调明了 那好 我可以再等一会 不过提前可说好 今天我得早早回去 毕竟我还有很多事情需要处理 好好好 丁姑娘你放心 只要你让老爷子把粉吃了 然后再把药喝了 我们就送你回客栈 绝不食言 丁田田有些生气 照他们的意思 如果自己不能让老爷子吃饭 喝药 那今天就别想离开这里 林福 你说的这是什么话 丁姑娘是咱们请来的客人 就算老爷子不吃不喝 跟她有啥关系 咱们跟丁姑娘非亲非故的 能答应帮忙 我就已经感激不尽了 你哪能用这种事为难人家呢 丁姑娘 你别和她计较啊 这林福就是急猛了 说话莽撞 你别往心里去 是是是 老爷教训的对 丁姑娘别紧快 我就是担心老爷子的身体 才口无者拦的 没事 我不会因为几句话而生气的 谈不上原谅你说 您老爷放心 我虽然没啥大本事 但是也不能眼睁睁的 看着一个老人不吃不喝 你放心吧 我盯尽绵薄之力 劝说老太爷按时吃药 吃饭的 好好好 丁姑娘真是申明大义 老爷不好了 你快去看看吧 大呼小叫的 成何体统 没看见老爷在接待贵客吗 管家恕罪 我不是有意的 小的该死 老爷 老太爷醒了 下人们送去的饭菜 全都被老太爷打翻在地 哭喊着要找他的孙女 还见人就打 吓得我们谁也不敢上前 只好来请老爷过去看看 丁姑娘 你看到了吧 我们要是真能安抚老爷子 也就不麻烦你来此了 林老爷 我现在就过去看看老太爷 要是他真的是想找我 我就有办法让他吃饭喝药 他的心情也能平复下来 要是不起作用 你们还是另想别的办法吧 好好好 这是再好不过了 那就有劳你了 你们怎么不在屋里守着老太爷 跑到外边干什么来了 林老 你不是不知道 老太爷跟发疯了似的 见人就打 被他抓住上来就咬一口 我们实在是不敢靠前 你们这些坏蛋 你们快放我出去 我要找我孙女 要是我孙女丢了 我也不活 爷爷 是我呀 你还认识我吗 大孙女 大孙女 你可算来了 这些人太坏了 你都看见了吧 他们把我困在屋里 不让我出去 你是来接我的吗 咱们快走 爷爷 这是你的家 咱们去哪呀 咱们就在这 哪也不去 好不好 大孙女说是就是 只要你在这里 我就在这里 哪也不去了 爹 我把你大孙女找来了 你现在可以吃饭 喝药了吧 滚一边去 谁是你爹 你是哪来的小兔崽子 没看见我和我孙女说话吗 爷爷 他是你儿子 你咋不认识他呢 什么儿子 我没儿子 我就一个闺女 我闺女给我生的孙女 就是你 你看他一脸的凶养 一看就不像好人 还来冒充我儿子 爹 您别生气啊 您好好看看 咋连我都不认识了 我是你的义儿啊 义儿 你不是说你是我儿子吗 那就去给我拿银子 不 我要金子 快点给我拿出来 我要给我孙女 快去 爹 你这是干啥呀 你还站着干啥 给我滚远点 孙女啊 快来 一会儿他拿来钱 爷爷都给你和你娘 你们留着买好吃的呀 天天傻了 林老太爷这是吃里扒外吗 不过这样的爷爷 貌似他很喜欢 丁姑娘让你见笑了 你看看 我这爹糊涂的六亲不认 我先回避 我爹就交给你照顾了 好 林老爷 你放心 我会商量老太爷吃饭 喝药的 那有劳丁姑娘了 爷爷 这会你觉得饿了吗 我这还没吃饭呢 要不咱俩先吃点东西 饿了 我早饿了 看见这些人即都气饱了 现在好了 一来我就想吃东西了 爷爷 这些人不是坏人 他们是您的亲人 让您吃饭 喝药 那是关心您 是在担心您的身体 您看他们不是 让我来陪您来了 孙女 他们骗你呢 都不让我出去找你 他们都是坏人 爷爷 你以后得听话 不能再乱跑了 你忘了吗 昨天你都找不到家了 你要是走丢了 我不得着急呀 大孙女说的对 我听你的 你放心 以后我哪都不去 就在家好好待着 好 这才是我的好爷爷 爷爷 你不是饿了吗 快些吃饭吧 好 我吃 大孙女 你也快吃啊 好 我陪着你一起吃 爷爷 你可要多吃点 要不都饿坏了 老爷 老太爷吃饭了 这小丫头还真有点本事 把老太爷哄得特别听话 吃了两碗米饭了 只要老太爷能吃东西 再好好吃药 用不了几天 脑子就能恢复如初了 此时 屋里的林老太爷 一吃饱饭 喝完了要 大孙女 这些日子 我可算车顿饱饭 你以后就天天陪着我吧 爷爷 你也太自私了 我现在不是小孩子了 哪能天天都陪着您 我现在大了 得想办法做生意赚钱 到时赚多多银子的 给您买好吃的 你还赚啥钱呀 我有 我可以给你 大孙女 我告诉你 我有的是钱 都在这地下面藏着呢 咱俩一辈子都花不完 爷爷 我可不花你的钱 要是那样 我不成了吃闲饭的了 我要凭自己的本事养活自己 以后我不在您身边 您要记得按时吃药 要是你在耍脾气 那我可就生气了 那 那你不在我身边 我会想你的 陪着林老太爷又闹一会儿咳 就见他双眼泥离 没了精神 爷爷 您累了 到床上歇息一会儿吧 好 冰姑娘 辛苦你了 你可帮了我们家的大忙了 林老爷不用客气 老太爷虽说脑子有些不好使 但是能识别好坏 他答应我以后会按时吃药 好好吃饭的 用不了多久就会康复 我还有事 就不在此多逗留了 丁姑娘 请等等 丁姑娘 虽说家父现在吃了药 安稳了许多 但我还是有点担心 林老爷你不用多虑 我过些日子 还会在来府上探望林老太爷的 丁姑娘真是宅心人厚 这是再好不过了 丁姑娘要不这样 为了防止老爷子明日在闹他 明日我早早派人 就把你接到府上 你看 林老爷 这个恐怕让您失望了 丁姑娘仁慈 老太爷真要是在发起未来 我们还真是弄不了 你就好事做到底 明日就再来一趟吧 抱歉林老爷 不是我不想帮你们 我是真的有难念之隐 此次来平州遇到点麻烦 众人还等着我回去处理呢 丁姑娘放心 不管啥事 都包在老夫身上 保证你迎刃而解 林老爷 我这是可不是小事 有点困难 要知道这平州城 我来了快一个月了 可是处处碰壁 丁姑娘有所不知 我们林老爷虽说是商人 可在这平州城里 威望极高的 不是说大话 在这平州城里 还没有我家老爷办不成的事情 若夸张点 只要我们老爷心情不好 跌上一脚 这平州城都得晃荡两下 你就说吧 有什么为难之事 林老爷肯帮忙 我在此多谢了 我是从德州来的 听说这里草药极为稀缺 可我们在这里几乎问遍了大小 所有医馆 药铺 可就是没有一家要收购的 要是林老爷有门路 那可是帮了我的大忙了 原来那个卖药材的姑娘 就是你啊 没想到你还真是有福之人 看来真是和我们老爷子有缘 林老爷 这是从何说起 丁姑娘 真是经国不让须眉啊 你一到平州城 就挨家推销药材 虽然不顺利 但是勇气可加呀 在下佩服 佩服 话说到这份上 丁田田要是还不明白就是傻子了 这垄断之人就是林家灵异 是他控制着平州城的草药 我真是赤裸裸的七行八十 请不吝道 感谢观看